大雪纷飞 视野一片雪白 几乎看不清楚前方 日本受到暴雪冰封 从最北的北海道到最南端的九州都降下大雪 厚重的积雪将树木压断 倒在路中间挡住去路 日本遇上本季最强寒流 除了气温不断下降 积雪的深度也不断上升 就连因为靠海往年不怎么积雪的地区也是厚厚一层 除了树木 积雪也压断了电线 导致新系线2423户人家停电3小时 就连电车也一时停驶 石川线更是破纪路 短短6小时内就降下了26公分的雪 青森县部分地区的积雪也到达了119公分 日本迎来最冷冬至 许多地区都推出了泡柚子温泉的活动 不只是人 水屯也有柚子温泉泡 享受的模样也让民众直呼 超级可爱 而在冰岛虽然跟爆发初期比起来 岩浆的量已经有所减少 但喷发依旧持续着 冰岛政府为了阻止熔岩流向地热发电厂 事先建造了土墙 而这招也奏效 岩浆避开的发电厂和小镇所在的西方 朝着东北方流去 周边的道路也全速封锁 当局政府也提醒民众和地质学家 不要太靠近岩浆 美国加州则是受到洪水侵袭 街道宛如河流 甚至连汽车的轮胎都被淹没 民宅也难逃一劫 亚洲急动冰风同时 美国加州却面临水患 极端天气 民众苦不堪言 记得众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